柯文哲拒绝下架民进党 凭啥气保国民党 柯文哲若当选总统可能提名民进党赖青的门当行政院长 因柯可以跟任何政党合作 柯文哲否定侯友宜与其搭配政府总统 蓝白何以成假议题 回顾柯文哲说他反对下架民进党 组联合政府愿与任何政党合作的说法 若蓝银气保侯友宜支持柯文哲后 柯文哲向台北市长任内跟民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也不无可能 就像柯文哲2014年当选后用了一堆民进党 2018年公投榜大选后 大家边看开票边投票 最后姚文志被弃保 换句话说 柯文哲表示拒绝下架民进党 又与国民党DNA不同 这不就是因为柯文哲能当选台北市长系源自民进党的支持 2014年民进党不就是放弃推选人选了吗 2018年选民放弃姚文志 柯文哲能忤逆他的支持者意向吗 在民进党支持柯文哲当选后 许多民进党籍的人士寄生柯文哲市政府 副市长陈景峻就是民进党籍 柯文哲既然反对下架民进党 如果蓝银天真的以为柯文哲打败赖清德就可以让民进党下台 那不如回顾2014年的历史 期待政党轮替的人真的不要做梦了 因此 许多评论认为柯文哲将在蓝白气宝中获胜 那是基于柯文哲可能代表着政党轮替的希望 而人民真的有六成这么希望 问题是真有六成民众希望政党轮替吗 柯文哲就算当了总统 会把政府官员政党轮替吗 或许有人认为 假设柯文哲当总统 就算柯文哲任用民进党籍人士 也不一定变成民进党执政 但新人新政没听过吗 如果柯文哲继续任命民进党人士 乃至任命民进党赖清德们担任行政院长诸如此类的大官 这些民进党有可能查以前蔡英文赖清德前朝时代的所谓弊案吗 我们也不用别人做例子 柯文哲2014年选前信誓旦旦说要查马英九好龙斌什么五大弊案 说大巨蛋存在为安等一大堆问题 到柯文哲卸任为止 五大弊案查了出什么鬼吗 台湾所有的建设要变成大巨蛋模式吗 柯文哲的话术说服一大堆人 我去看了以前韩粉稿的流量频道 他们现在狂捧柯文哲的影片中 底下一堆留言说柯文哲是真的在做事 真的为台湾长久打算云云 问题是柯文哲的行为模式就注定他不可能查民进党现在所有的争议案件 因为即便在民进党的辅助下 柯文哲都查不了马英九好龙斌五大弊案 马英九都因为三中案被北检起诉了 为何柯文哲搞了八年搞不出来呢 所以 无论是现在的混蛋争议 政府预算浮烂 被鼓吹气宝影响而要支持柯文哲的蓝营人士要想清楚 最痛恨国民党并且把国民党与蟑螂并列最讨厌的柯文哲 他都搞不定五大弊案 现在的民进党不管做了什么 我都不相信柯文哲会去查 因为柯文哲过去八年市长任内都做不到了 何况中央还有民进党政府撑腰呢 现在 谈谈下架民进党与柯文哲 我曾经考虑支持柯文哲 但在柯文哲否定侯友谊作为其副手的可能性后 我认为柯文哲图穷匕首线 原来他说的反对下架民进党是真心话 若搭配他说可以与任何政党合作 我相信 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 柯文哲任命民进党及人士担任行政院长的几率 应该超过99% 原因很简单 民进党必然还是2024年立法院改选后的第一大党 柯文哲所谓的联合政府如果联合最大党民进党 也符合所谓内阁制的精神 民进党立委也不会一天到晚在立法院找查 这对柯文哲稳定执政有莫大帮助 任命民进党人士如赖清德等人担任柯文哲的行政院长是没什么 但这显然有为下架民进党政党轮替乃至查弊案的初衷 柯文哲要国民党输的退选 最后又跟民进党联合执政 那寄望柯文哲带来改变的蓝营支持者 只会得到失望 我认为蓝白河的唯一低标标准是侯友宜 与柯文哲必须在同一张选票同一正副总统组合上 由于副总统只是被委员首而没有实权 代表他的政党可以提名四年内的行政院长 特定部会首长则由总统任命 这样是联合政府的联合与制衡 才不会变成当上总统后怒呛选上算我好运的霸道 但是 柯文哲支持者与柯文哲本人显然不这么想 完全排除于贬低要与下架民进党最主要政治势力国民党的合作 既然柯文哲反对下架民进党 蓝营还用热脸去贴柯文哲的冷屁股 那就是自我作践 也形同变相让民进党在落选后可能继续在中央政府盘踞 国民党与柯文哲合作为何是自我作践 看看多少局处首长被柯文哲分手后又受尽其酸言酸语 连台北市政府政风处把前副市长的陈景峻送至政风处含报廉政署侦办 柯文哲当时也回应说民进党里面内斗 关我屁事 结果陈景峻有被起诉吗 把一个法律认定清白的前部署送去侦办 你柯文哲怎么看人用人的 纵上 柯文哲自己说反对下架民进党 柯文哲自己说联合政府 柯文哲自己说与国民党DNA不服 柯文哲自己曾经任命民进党籍的副市长 柯文哲自己曾说五大弊案结果却不了了之 如果柯文哲真的当了总统 他任命民进党赖清德门当行政院长 不查蔡英文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光电 学伦相关争议事件 那我也完全不会意外 Let's check 2023年10月17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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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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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